大家好,欢迎你回到《创业家线索学习评台》 我们接下来一年六集邀请了邓雅琛老师和我们分享一个主题 就是如何开发小朋友的音乐潜能 我们经常见到很多同学都要有小朋友 大家都会把他送他学音乐 这个情况很常见 我们很多的家长第一个遇到的问题就是 我现在要让我的小朋友学音乐 即是陶夜的音乐的盛情 到底第一点 我应该给他什么乐器去学呢? 是要他去吹喇叭 还是弹琴 还是玩小提琴 你又怎样看呢? 我觉得无论你学任何乐器 你要入门最好都是学钢琴 因为钢琴有乐器之王必称 这么厉害吗? 是的 因为他的音域是够阔 可以包含整个管弦乐团的所有音域 是的 高低音全部都包含了高低音的乐器 是的 所以你很建议如果是给小朋友学音乐 他可以首先由钢琴开始学 对于他学钢琴的话 对他以后转弦其他乐器 会不会有帮助呢? 你觉得? 当然会有帮助 因为钢琴是可以跟大部分的乐器伴奏的 去到将来要跟钢琴 例如你要应付考试、比赛 其实其他乐器 你所有乐器 或者你的唱歌、唱艺术歌曲 去比赛考试 你都要带你的钢琴伴奏进去 做这件事 好像我们以前认识那些音乐堂 认识那些音乐家 是不是他们都很擅长钢琴呢? 是的 其实自古以来的作曲家 音乐大师 其实他们本身都是一个很擅长演奏的看行家 如果我们真的要送小朋友去学钢琴 那其实有没有说一些适当的年龄? 有的 其实我试过两岁半 亦都可以开始学的 去到很大 比如大到七十多岁的学生 七十多岁就不是小朋友了 是的 已经不是小朋友 其实任何年龄都可以的 那你就会建议 如果他两岁半 或者甚至可能三岁的 宋区学钢琴 就是一个适当的年龄? 其实三岁至七岁 这个是一个黄金年龄 但是他会不会因为这么小 他会不会不集中 或者经常走来走去 会不会有这些情况呢? 师傅每个小朋友的性格不一样 是的 有些他跳跳扎的坐不定 坐不定 那他不会音乐天分呢? 是不是这样呢? 那又不是 其实老师都应该会配合一些互动的游戏 就是帮助小朋友 是的 帮助小朋友 令到他比较集中注意力 因为小朋友都是比较喜欢玩的 有些小朋友他就好静的 所以你给什么他都会受什么的了 哦 那如果我现在小朋友可能已经十岁了 即是青少年了 那会不会学得慢很多呢? 因为如果我旁边的家长 可能他三岁开始学他了 那如果我现在小朋友十岁了 那我现在应不应该给他学钢琴呢? 他完全没有跟底 如果他有兴趣呢 也可以开始学的 那他的努力呢 就要给那些 三至到七岁开始学的 接触钢琴 就要加倍努力才可以 加倍努力才可以 加倍努力才可以 也有一句 如果你认识朋友现在更小的话 就应该尽早就将他送去学钢琴 对不对? 那他越早接触的话 学习的时间也可以越短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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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很早就会见到成效 那现在其实我们很多的家长 他都会送小朋友学钢琴之后 他都会想一下 会不会在家里添置一个钢琴 方便我的小朋友去练 那你觉得如果我小朋友刚刚开始学钢琴 那你觉得我第一步钢琴 买回到家里 我应该怎么去选择呢? 嗯 其实初初学钢琴的时候 父母都会有很多东西要考虑的 那小朋友的兴趣 究竟他可不可以学下去 那如果不肯定 其实坊间有很多钢琴行 都有琴七糟练 所以第一开始都不用学钢琴 就投资一个钢琴 是的 是的 那大家都感受到小朋友都可以学下去 不如让他学下去 那就要正正式买一部比较质量好的钢琴 因为一学就要学上去 不要中途放弃 是的 其实我们去到琴行里 其实除了我们所谓的牌子之外 其实这个琴 你有什么指标 或者有什么方面 我可以知道这个琴 是不是一个好的琴 首先你就要听一下 即是彈一下它 每一个音都彈一下它 你感受一下它的声音 是否平均的 因为有时候有些质量差的钢琴 你每一个音彈出来 都好像不拉奸 好像每一个音都好像 好像另一件乐器 不是好像不平均的 是的 是的 音色不平均 有一粒梦 或者下一个音彈下去 就很响 这些叫做不平均 那就是做工不漂亮 是的 那有没有说 我们一开始去投入的时候 除了考虑我自己的经济能力 那会不会来自哪个地区的琴 是会比较好一点的 有没有这些这么广告呢 如果小朋友来说 一般家庭来说 就会选择日本的钢琴 那 是不是相对来说 是会便宜一点的 日本的钢琴 日本的钢琴相对是会便宜一点的 而且它是会比较适合亚洲的天气 因为亚洲区的天气都比较潮湿 所以它做的时候都已经考虑了这一点 是的 所以就叫比较短一点 是的 但是如果你经济许可 你又比较有要求 就要买一个欧洲琴 西德的钢琴 哦 那视乎你的小朋友现在什么程度 是的 你一开始的时候都可以建议你买一个日本琴 而且你要在琴行那里可以试一下钢琴 是的 那需要带小朋友去试吗 带小朋友去试呢 带小朋友去试呢 其实呢 也不是一定会好一点 因为小朋友他不太懂 其实呢 最好呢 就是带自己的老师 看看有没有哪些亲朋戚友 钢琴是有认识的 是的 有认识的 那让他帮一下眼 那种火的机会就会低一点 是的 所以呢 第一个环战 我们就是想说呢 我们小朋友去音乐启蒙呢 应该是从什么乐器开始 那原来呢 就是钢琴是乐器之和 那如果呢 你小朋友真的想送他去学音乐的话呢 可以首先呢 就叫他开始接触钢琴先 那他对他日后的音乐成长的发展 都是会比较灵活一点的 是的 好的 那另外呢 其实小朋友呢 就是学习钢琴年龄 就是越小开始越好 那他两岁半开始 其实都已经可以开始去接触钢琴这件事了 是的 你当他是玩具那样玩一下 当他玩具那样 对 对 等他习惯了 是 听一下这个钢琴的声音 好微妙的哦 还有有兴趣的话 是的 那他自然整个人的修养都会提升了 是的 然后你就可以呢 如果不确定这些朋友有个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先送他去琴行的连琴 是的 然后你就可以考虑在家里 添置一个钢琴方便他去连接 和老师过来教他 对 是的 好 那这个就是第一集的内容 接下来还有五集 我们说一下 怎样可以令到小朋友专心练琴 怎样可以令到他考级和比赛 可以做得更加之好 下集的内容 下集见 拜拜